立法院长尤锡坤访美 出席国际宗教自由峰会发表演说 并与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会长威尔森对谈 对于美国媒体日前报道 美国众议院议长迈卡锡计划春季访台 中国表达抗议 尤锡坤表示台美两国国会互访 是民主国家非常正常的交流行为 中国反应过度 中共他们有一些反应 好像就是说他们的反应 他们的反应都非常的过度 我记得他们有时候他们也讲说 他们是一个民主国家 那民主国家国会的交流是非常正常的 他们这种反应反而就是证明 他们不是民主国家 台湾国会跟其他国家的国会之间的往来 是我们数十年来的传统 也是台湾人民很热情 希望能够跟国际接轨的一环 我想我们未来也是持续在这样的一个基础之上 尤其是台湾跟美国之间有这么多的共享价值 在这个基础之上继续来欢迎来自全世界的好朋友 来跟台湾站在一起关心台湾 尤其坤此行 外界好奇是否会与麦卡锡会晤 尤其坤并未正面回应 肖美琴也仅表示 尤其坤的行程短促 代表处会尽量安排 让院长有机会与美方朋友交换意见 我来自尊坚以来 对我来自尊坚以来 因此来自尊坚以来